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为在活继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最近几次的节目时间里头 我都跟你讨论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进入完全的境界 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达成 也可以说达到完全 是每一个基督徒个人成长的目标 那首先 我们注意到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这个命令 那然后是保罗的例子 他说 我要竭力达到完全 在上两次的讨论当中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彼得说的达到目标的七个连续的步骤 彼得不是只是将目标告诉了我们 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七个连续可行的步骤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第五到第七节所记载的这几个步骤 圣经是这样说的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这就是那七个步骤了 它的起点是什么呢 就是信心 由信心 我们可以得到德行 由德行就到知识 有知识再到节制 由节制到忍耐 由忍耐到前进 由前进到爱弟兄的心 由爱弟兄的心到爱众人的心 那我们要注意 爱就是目标了 我指出和强调了信心是一个起点呢 那跟着第一步呢 就是德行 或者说是美德吧 我们也解释了 这不单单是指一些宗教上的德行 而是普遍性的美德 无论你做什么 你要因为自己是基督徒的缘故 做得更好一些 而且 你要在日常生活里头应用你的信心 使它发生果效 我曾经给你举了三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当老师的 一个是家庭主妇和一个一般的年轻人 如果是你 你是一位老师啊 成为基督徒 能够使你做一个更加好的老师 那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 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好的家庭主妇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年轻人 那你信了主 能够使你做一位更加好的年轻人 信心是有果效的 信心如果不产生果效 那就是死的了 世人有权要求我们在生活里头拿出信心的证据来的 那所以向上第一步那就是德行 或者另外一个翻译是美德 今天我们会要从德行上来看向上的第二步了 那就是知识 基本上这是明白神的旨意的知识 换句话说 他不能从世俗的教育 阅读许多的书籍 或者是进入大学等等途径得到的 这些事情都是好的和必要的 那但不是我们要达到完全的境界 这个主题里所谈到的这个知识 我们现在所谈的知识是属灵的知识 满脑子文化的人呢 也有可能没有那么一丁点属灵的知识的 保罗在菲利比书的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 那这是一封写给基督徒的信当中 他这么说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你看呢 他祈祷他们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 为了要他们能够分辨是非 辨别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神的旨意 什么不是的 那后果会从他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 因为这种知识能够产生明显的后果 事实上 这个后果可以总结在果子 在两个字里头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和称赞归于神呢 就是把荣耀和称赞都归于神 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九到十节 保罗也写了类似的一段话 他说 因此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神 在为菲利比人的祷告里头 保罗特别祈求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是他特别祈求的 祈求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特别喜欢满心这个词 他表示没有任何其他的多余的空间了 他们没有不晓得神的旨意的地方了 他们所说的是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而不是知识上的 也就是说一般头脑里头的 他说我们祈求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这个含义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就不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了 那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去讨神的喜悦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怎么能知道神喜悦什么呢 他再次强调了果子 他的结尾的时候说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那渐渐的多知道神 保罗这两个祷告有四个重点呢 第一 他是谈到了一些不是头脑上的 而是属灵的知识 这些知识结合了智慧和悟性的 所以这是属灵的知识了 不是学术上的研究 甚至也不是什么神学的理论 第二 这是渐渐增多的知识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停滞不前的 我们可将它比作是走路 或者说一条道路吧 行走一条道路 我们需要不断的向前走 要向前进 而且我们也不会完全知道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我们应该不断的增加我们的知识 第三 在做决定的时候 这个知识能够令我们敏感神的旨意 能够分辨是非 使得我们可以选择一条 符合神旨意的道路 如果没有这种知识 我们在面对抉择的时候 就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了 第四 这个知识 是要结果子来荣耀神的 它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前所未有的后果 使神得到最大的荣耀 耶稣说 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看呢 这种知识才能够产生一个好的行为 使别人归荣耀给神 我要强调圣经当中的知识 不是抽象的 什么理论性的 神学或者哲学的 它是实实在在的 是实际和现实的 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果效的 我已经说过了 一般人有权要求我们 有所表现 来证明我们的信心的 谈到属灵的知识 我们要知道 它的主要来源是神的话语 也就是圣经 在诗篇的119篇 其中四节 把这些知识 追收到神的话语 其中的第九节说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这个你 当然是耶和华神了 在11节说道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在105节 圣经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到了130节 经文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打 这些都是直接跟神的话语 发生关系的 说明了 我们的智慧的来源 是在神的话语那 让我们看看 从学习和应用神的话语当中 可以得到哪些实际的果效吧 第一 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少年的男女 能够过一个纯洁的生活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唯有我们按照神的话语 这样的生活 才是可以达到的 如此 神的话语 就是纯洁生活的源头了 大卫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有人这么说过啊 以下两件事的其中之一将会发生 圣经使你远离罪 或者罪使你远离圣经 我相信这是对的 圣经 神的话语 能够使你远离罪 在105节说啊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当你在黑暗里头 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 这里有光的源头了 神的话语 可能不会照得很远的 但是他能够照亮你目前的环境 你不用在黑暗当中去摸索了 神的话有足够的光亮 照亮你当前的路 和你当走的下一步 这正是你要知道的 那最后在130节说到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那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学历程度都比较低 甚至不够聪明 那假如你让神的话语 进入你的心 进入你的思想 那么他就会给你光 使你明白通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知识呢 然后才能走上完全的这条道路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 我会跟你继续来分享 这个挑战性的主题 进入完美的境界 到时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